星期六問責 旅遊業界會說秋冬季是傳統香港旅遊的旺季 如果去到年尾才恢復六七成 會否今次香港錯過了旺季 我不是太擔心 剛才我也有提過 我覺得最重要是循序漸進 一步一步恢復 旅客的體驗會好些 香港的體驗會好些 現在我們除了航班方面 因為現在未足夠的人手去處理航班 機場也好 或者我們的本地航空公司 都是需要一些時間 另外海外的航空公司 他們回來香港 他們都有很多的考慮 成本是一個 我們剛才提過 另外我想其他方面就是酒店方面 我們看到酒店的恢復也挺快的 不過同樣地 也是人手短缺的問題 令到香港的酒店 能夠開啟的房間數字 比以往低了些 我們看到酒店業 大家都很努力 在一步一步恢復 到了所有這些可以在下半年 慢慢一步一步恢復的時候 我想旅客數字一定會上升 我們看到每個地方都是 其實永遠都是下半年 就等於佔全年 大概55%左右的比例 如果我們在上半年 剛才說已經去到超過 差不多到1300萬的話 我們要達到 我們年初的一個估計 2600萬 這個是沒什麼問題的 前兩天特首都提過 應該可以去到3000萬 我覺得對3000萬的數字很樂觀 0.5% 5% 0.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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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